你好 歡迎收看11月7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2020泰魯閣峽谷馬拉松在7號一大早熱鬧登場 得天獨厚的壯麗峽谷地席 吸引了13500多名的選手共襄盛舉 進展徐中衛也選擇了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立法委員高金樹梅 以及雲朗觀光集團總經理盛智仁等貴賓 為活動來勉強起跑 與參賽選手一起迎著晨曦快樂全行 也體驗了泰魯閣壯麗的峽谷風光 泰魯閣馬拉松一年舉辦一次 每年花蓮都以其他的心情 完全地準備迎接全台聖跑的盛事 今年度馬英九前總統立臨花蓮 為跑者加油打氣 並且親自參加馬拉松賽事 立法委員高金樹梅也參與 21K半馬馬拉松 更為泰馬賽事的增添光彩 歡迎大家來到花蓮 大山大水的花蓮 每一年大家都非常非常地珍惜 我們泰魯閣馬拉松的路跑 因為一年只有一次 錯過了這一次就要等來年對不對 每一年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尤其從2000年我們泰馬就開始啟動 到今年已經2020年 我們參加了20年了有嗎 有 有 哇 太厲害 太厲害 我們在會場裡面 有我們的長庚醫院 我們的新燦堂 我們新院長 這個已經挑戰了 也完賽了世界的六大馬拉松 這是台灣的第二人 也在我們現在跑者當中 另外在我們慈濟大學的我們的王教授 要挑戰他人生第三百馬 就在我們泰魯閣馬拉松 看到這麼多人在晨曦當中 展開馬拉松的長跑 感到非常的振奮 希望各位努力的跑 用心的跑 人多 小心 注意安全 注意秩序 跑得再快 也不要跑得比我快 比我快的 一律以超速移送法 也不可以跑得比我慢 如果跑得比我慢 一律以妨礙交通 一手法斷 我們警察局長在這裡 蔡局長 祝福大家 跑出健康 跑出前童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今年的2020雲南觀光 泰魯閣馬拉松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只開放國內報名 參加的項目有全程馬拉松3000人 半程馬拉松5000人 逍遙馬拉松3500人 快樂馬拉松2000人 總共4個組別 共計13500人參加 記得請問休想不到